海難拆散家庭,家屬計劃集體訴訟 上年國慶發生的南亞海難,令不少家庭破碎 59歲的劉太,就是其中之一 兒女劉文麗和女婿,就是當日的遇難者 他們上年9月自結婚,怎知不夠一個月就遇上海難 劉太,望著地間剛剛佈置好的房間,無限感慨 海難之前一日,劉文麗姐夫見到南亞4號 開玩笑地說船那麼舊,要穿救生衣地坐 當晚7時,劉文麗還回家,說不回去吃飯 怎知當日就發生感不幸的事 話人發現女婿背囊被鐵柱勾住,懷疑因此而走不掉 姐姐第二天在臉房,見到屍體手上的貼夾 就知道妹妹和妹夫已經在天國相遇 觀塘這間豆漿店,劉太就是靠她捱帶兩個女兒 現在小女和女婿意外離世 店舖又面臨重建而可能被迫遷 同時面對兩個大衝擊,劉太也不知怎麼辦 不過她也不忙聯絡十幾個死難者家屬 諮詢緊法律意見,準備向負責當日活動的廣燈 艷船的政府和當日撞船不顧而去的海泰號船長追究責任 其實海難發生後,港燈和李嘉誠基金會 分別發放了20萬和75萬給各死者家屬 但原來基金會有條款寫明 如果有人向基金會就捐贈提出索償 受助人要退回全部錢 有家屬認為是北近人情,但律師就說 應該只是一般免責聲明而已